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欢迎同学们在晚上七点钟准时来到咱们小粉笔的直播间 那今天呢咱们继续来学习小学的综合素质 我是你们的知语啊 那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就要展开一个全新的模块了 我们要学到法律法规 那对于整个法律法规而言呢 从今天开始咱们的课程呢就变成两个小时了 也是啊中间会领同学们休息大概两首歌的时间 那在这儿的法律法规啊 跟大家讲讲它的考情啊 只考察单选题 没有任何主观题的点 就是考察同学们八道单选题 这就是法律法规的考法 只考单选 那在学习法律法规的时候呢 跟同学们讲一下 大家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出题 因为你要知道咱们的现实 永远要比书上的法条要复杂的多 所以千万不要难为自己给自己出题 把自己当成什么民事调节专家说 哎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那种情况下怎么办 咱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能够以考试的思维 能够去做题 而且对于判决老师而言 出卷老师而言 他出了这么多年啊 教字的卷子 会有自己的方法和原则的 所以他在表述上一定会是比较严丝合缝的 前因后果会你说的比较明确 而且会有这么明显的指向性 所以咱们千万不要难为自己 不要给自己出题 就做到会做题 找到关键词不纠结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咱们还看到讲义的第55页 是有一部分法律的改变 老师都会给大家体现出来的 放心啊 看到讲义的第55页这里 咱们首先来学到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在这儿呢 还是重点掌握的是老师有哪些权利 更多的是呢 考察同学们单选题的例子 就问你 这个老师做的对不对 这个老师做的对不对 或者说这个校长他做的对不对 另外就是老师的义务 这个考察的比较少 也比较简单 都是考单选题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56页这里 老师的权利 那首先第一点呢 老师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呢 不用看啊 你要非常想看去看一眼也行 但这块没啥考点直接跳过 看到第二个 老师作为教育者享有的权利 那么第一点当中就强调了一个教育教学权 那什么叫做教育教学权呢 就是说我们老师啊 可以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以及可以开展教育教学的相关改革和实验 那再次你要明确啊 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就是说我们老师啊 有权去上课 那在考试当中就会出现这样的例子啊 哎就比如说老师啊 正在上课的过程中 校长突然闯进门来 让老师去看大门 你觉得这种做法可以吗 或是让老师说哎你别上课了 有个卫生去打扫一下 也是不可以的 老师是有权利去上课的 那除此之外呢 老师还可以开展一些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实验 也就是说老师啊 可以换着花样去上课 好 这是我们强调的教育教学权 就掌握住这两点 第一个老师可以去上课 另外一个老师可以换着花样去上课 开展一些改革和实验 那再往下 我们说老师不仅可以上课 而且呢 可以进行学术上的讨论 第二点叫做学术交流权 那在此同学们 如果在题干当中出现了什么叫做 科学研究权呢 或者是学术研究权 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这种学术交流权 那大家想一想 中小学老师和大学老师相比 搞研究的多不多呢 就是说咱们中小学老师 对比那些大学老师 哎 搞的研究就比较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没有权利去搞这种学术上的研究 我们也是有权利的 那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哎 比如说咱们有权从事科研活动 参加一些学术交流 另外呢 有权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 除此之外 我还可以在这种学术活动上 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这种学术研讨会 那在这儿同学们 你想一想 我要行使我的学术研究权 有什么样的前提呢 比如说我可不可以放着我的学生不教 放着我的课不管 我就要去搞学术研究 可以吗 哎是不可以的 我们说要进行这样的学术研究权 有一个小前提 就是你不能影响本职工作 在不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的情况下 老师是有权参与学术交流的 好 这是我们强调第二点 就把握住老师有这样学术交流的权利 那接下来看到第三点 叫做指导评价权 同学们你来猜一下 你觉得这个指导评价权 指导评价的是谁呢 能指导谁评价谁 该咯 指导评价学生 所以就体现在老师啊 可以指导学生的学习 可以评定学生的品行 这就是指导评价权 那比如说会考哪些例子呢 像是老师 可不可以去点评学生的作业作文呢 可以吗 这是可以的 没问题 老师有这样的指导评价权 可以指导他的学习 评价他的品行 这第一点 那另外一点 老师啊 还可以写一个操行评并 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没有写过这个 包括在座的咱们这一千多名同学 将来你走到教师岗位上之后 你就会写这么一个操行评定 去评定一下这个学生 他最近的表现 在思想品德上啊 在学习态度上啊 劳动上啊 什么团结同学啊 尊师进展啊 热爱劳动啊 写这样的操行评定 那这种呢 就体现在我们可以写这样一方面的鉴定上面 写鉴定也是 好 这是我们说 老师可以点评作文 点评作业 可以写这样的操行评定 那同学们再来思考一下 学生们他们自己比较私密的日记呀 信件呢 我们可以拿来点评吗 哎 我看这个同学自个儿写个小日记 拿来读一读 哎 这是不可以的 哎 这里同学们要注意到啊 老师在此所说的日记和信件 是指同学们比较私密的那种东西 不是说老师留的日记呀 留的周记呀那些 不是那种啊 是同学们自己的日记和信件 好 那那么指导评价权就强调 老师可以指导评价学生 那在此来看一道 曾经考过的小学真体 说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啊 某小学规定语文教师 不得在课堂上点评学生的作文 问你这个学校的做法怎么样呢 某小学规定语文教师 不得在课堂上点评学生的作文 首先你要明确 他是不正确的排除AB两项 因为老师有什么呢 有指导评价权 他可以去点评学生的作业作文 这涉及不到学生的隐私 所以这要题 根本不是说保护隐私的事 你不能说他正确 答案是C选项 侵犯了老师的专业权利 侵犯了他的指导评价权 而这个4G选项啊 你不能选 这个言论自由啊 强调是说公民啊 有权对于一种政治啊 社会上的问题 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只是点评一个作文 上升不到言论自由 上升不到政治社会上的问题 所以不是言论自由啊 就像同学说的 不搭尬 不搭边啊 好 这是我们说指导评价权 主要来体现这两点 老师有权指导评价学生的作业作文 有权去写操行评定 好 那这个两个同学们记好之后 给老师一个回应啊 给老师一个数字 等等大家 第一点和第二点 点评作业作文 写操行评定 指导学生的品德 学习成绩 都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 就是同学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我当老师啊 我要能够有一定的报酬待遇权 那其实这个报酬待遇权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就是体现在钱 钱方面 就是我们最不能爱的钱 老师也有获得报酬待遇的权利 那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有权 按时获取工资报酬 强调就是说 不能够无故苛扣老师的工资 不能够没有正当理由 苛扣老师的工资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还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 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 当老师之后有哪些福利待遇 不知道是吧 比如说你当上老师之后 咱们去一些景点会打折 再比如说 对于那些比较资历深的老师 会有这样的园丁小区啊 就是买房方面 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优惠 另外体现在医疗保险上啊 在体检上啊 都有这样的福利待遇 对还有五险一金 那接下来呢 你看到这儿啊 就涉及到我们寒暑假的 大薪休假了 所以在此经常会在这儿出题 同学们想想 因为是寒暑假 所以不给老师发工资 这种做法 学校做得对吗 因为是寒暑假 你又没上课 所以学校不给你发工资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所以说整个报酬大义权呢 在考试过程中就体现了 学校不能够无故的 苛扣老师的工资 就记上这六个字 记好之后给我一个回应 这个咱们民班的老师 也是适用的啊 也是适用的 不能够无故苛扣老师的工资 你该给我发的钱 钱要按时按量的发给我啊 好那接下来看到第五个 叫做民主管理权 同学们你再来猜一猜 这个民主管理 我是管的学生 还是管的学校呢 民主管理 管的谁呢 管的学生还是学校呢 哎 我们说指导评价权 是说可以指导评价学生 但是这个民主管理权呢 是说老师可以参与到 学校的民主管理当中 也就是说 这个学校 是校长一个人说的算吗 不是的 老师也有权参与到 学校的管理当中 也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来进行建言宪策 就对学校的发展呢 或者学校哪些不好的地方 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能够进行建言宪策 那在这里 有一个会议的名称 需要同学们着重去记一下 叫做教职工代表大会 那这个会议 可以很好的体现我们民主管理权 那么老师就可以在 教职工代表大会 在这个会议上 来提出自己的意见呢 提出自己的想法呀 提出学校应该改进的地方 教职工代表大会 所以说整个第五点 民主管理权 把握住两方面内容 第一个 就是说老师有权 对学校的发展 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另外一个呢 有个会议能体现出 老师能行使民主管理权 就是这个教职工代表大会 哎呀 咱们同学咋这么有才呢 说你尽管提 根本没人听 那你也得提呀 对吧 有意见咱就得提 你管听不听 反正我得提 好来做一下 这个也是咱们曾经考过的道真题 说李老师就校务公开问题 向学校提建议 问你李老师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 你看就这么考 哎 这是在行使老师的权力 行使他的民主管理权啊 而这还涉及不到老师的义务 一会咱们会讲老师的义务 像是什么影响秩序啊 给学校出难题啊 这都啥选项 都不正确 好 这是我们强调民主管理权 这两点同学们 接下来啊 第一个老师可以提建议 另外有个会议的名称叫做教职工代表大会 那接下来看到老师的最后一项权力了 叫做进修培训权啊 那所谓进修培训权呢 就是说老师啊 也有权利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也有权利呢 去参加这样的进修和培训 像是省里面组的什么省培计划呀 或者说国家组织的国培计划 老师都是有权利去参加进修和培训的 那在这儿还是有个小前提 同学们来思考一下 我可不可以放着我的课不去教 放着我的学生不管 我啥都不干了 我就要去参加进修培训 你敢让我去 你不让我去 你就勤害有权利 那是不行的 那个前提是啥呀 还是要能够不影响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不影响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情况下 老师是有权利参与进修参与培训的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进修培训权 可不可以让别人替我去呢 就是说本应该轮到我去了 老师去让校长去让别人去了 也是不可以的 就是说在不影响我的本职工作情况下 我是有权参与进修参与培训的 好那来看到这道题啊 说某学校安排行政人员 代替李老师参加培训 该校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 让行政人员代替李老师参加培训 那是不是李老师就去不了了 侵犯了李老师参加培训的权利 那这里的培训呢 像参加一些什么考研呢 培训计划呀都是可以的 但就是说你不能影响自己正常的教育教学任务 跟学校都说好之后还是有权利参加的 好了那这是我们说整个老师的权利 重要的部分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可能有同学还能够了解到 咱们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通过了一个叫做教育惩戒权的内容 来看到你们的拓展延伸 那首先老师要从考试的角度来跟你说一下 这个教育惩戒权咱们怎么去处理它 首先你要明确咱们综合素质的考纲没有变 考试大纲没有变 教育成绩权从来都没有加进过考试大纲当中 所以同学们简单做一个了解 咱们以一个科普的性质 让大家知道一下 什么一个老师 你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权限 你的权利有多大 咱们怎么简单的科普了解就行 因为咱们的考试大纲还在定在那里 没有动没有变 那是科普2 咱们科普1的考纲是没有变过的 对 科普2考了 咱科普1考纲没有变 所以这个留给科普2老师去看 好来看一下 首先根据维绩程度 情节较为轻微的 它的实施主体主要是老师 所以你主要就来了解一下 老师有什么样的权限 他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而这个同学们又纠结了 老师 啥算是情节较为轻微呢 你先要明确一下 这个 法律当中根本没有提 什么要做轻微 那轻微的话 按照咱们一般的理解 就比如说 上课说小话呀 玩手机呀 故意迟到啊 这些 进来看一下 老师有哪样的一些权限呢 比如说 点名批评 再比如说 责令他们可以道歉呢 或者做检讨 另外第三点 说适当增加一些额外的教学 或者是班级内的公益服务 就比如说 这个星期你来锁门 或者说 今天你来擦黑板 或者说 这个礼拜呀 你负责倒挖机 就是适当增加一些这样的公益服务 那接下来第四点 说要求他可以罚站 那此时咱们老师有罚站的权利了 但是这个罚站呢 咱们稍微注意一下 时间呢 就只能占一节课 一节课以内的时间是可以的 另外呢 只能在室内站立 就教室内站 你不能把学生赶出教室 老师是没有权利把学生赶出教室的 所以说同学们 你将来啊 想要罚学生站 你有讲究 第一个呢 只能罚站一节课以内的时间 另外一个呢 只能让他们在室内去罚站 再一个 如果说这个学生比较调皮的话 老师呢 还可以课后 把他叫到办公室来 教导一下 聊聊天 跟他说一说 你这做得不对 再往下 就是其他的行为了 其他措施 我刚才看到我同学 特别话呀 说让他站一节课 休息一会儿 再站一节课 那样是不行的 再在此 你现在能够明确一下 老师有哪些的权限呢 就只能是批批评啊 让他道道歉呢 让他打扫一下班级的卫生啊 让他站一节课啊 课后教导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 这就没细说了 只有这点权限 而且啊 如果说你对学生 同学们 你将来要对学生 实施了惩戒措施之后啊 你还可以以适当的方式 告诉一下家长 就比如说 明明妈妈呀 今天呢 我让这个明明在课堂站立了 因为他怎么怎么捣乱了 怎么怎么不听话 你去发微信也好啊 打电话也好啊 请家长来呀 可以以适当的方式 告知家长 咱们主要看一下 老师是有这些承接的方式的 那另外你要知道 实施成绩的主题啊 不仅有老师 还有学校 那如果说学校一出马 那性质就稍微严重了一些 那什么情况下呢 比如说他的情节比较严重 而且呢 或者说拒不改正的 先是学校就可以拍出专门的 德育工作负责人 德育人员进行训导 或者承担校内的公益服务 就是说你打扫一下 咱们学校的一个落叶 哎 校内的公益服务 或者说安排专门的人员 进行教育 暂停参加课外活动 以及一些其他的措施 那此时如果说学校出面 哎 采取这样的惩戒的话 一定要及时的告知家长 哎 说采取这样惩戒了 对于学校这个 同学你就听一耳朵就行 这个更不重要了 那我说对于那种小学高年级啊 出高中生 严重危机 影响恶劣的 那是学校 有权停课的 哎 但这停课时间呢 你不能超过一周 或者说直接聘请这样的 法制副校长啊 或者法制辅导员给训诫 安排专门的课程 或者专门的场所 由这种社会工作人员 展开这种心理辅导 就是找社会上的人 开始心理辅导 那学校呢 如果说想展开以上的措施 应该事先告知家长 同学们呢 在这里啊 包括咱们听直播的 听回放的 请先不要看评论区啊 评论区都是人才啊 一个个都跑偏了 什么赞同理的 一言不合就开打的 这都是实 咱们全国一般啊 都是人才 听回放的同学啊 先不要看评论区啊 主要听老师讲啊 你容易被逮 逮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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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啊 好 所以这块同学们 你主要就看一下 low一眼啊 就是咱们扫一眼 老师有哪些权限 那接下来 老师不应该做啥事呢 你看看啊 还是说 老师不应该做啥 第一个 你想 你能像容某某一样 去刺那个学生嘛 容某某刺子威 你就去那个掙扎学生 那这是不行的 你不能给学生造成这样的痛苦 另外 你能不能让学生 把一个特别别扭的姿势啊 说让他 孩子的容忍度不好 你一定要让他 匹个岔在那 让学生痛苦 也不行 你也不能 故意的搞孤立学生 那样学生太惨了 同学们你要知道 我觉得这些最难受的 就是刻意搞孤立 尤其是对于咱们小学教师而言 小学生啊 特别渴望得到老师的夸奖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 有没有被老师孤立过 我就有 我的音乐老师特别不喜欢我 这是真的 因为我唱歌总是唱不好 真是真事 你们不要笑啊 所以我的音乐老师就是总 我举手他从来不理我 我那时候真的特别难受啊 好 那接下来就是你不能孤立人家 你不能造成这种心理上的伤害啊 再往后 像是辱骂学生 我看大家都是啊 孤立学生真是 真学生真心里特别难受啊 像是辱骂学生也不行啊 而且不能说搞什么连坐制度啊 因为个人的原因 惩罚全体同学 这也是不行的 再一个呢 强调第五点 你不能因为学业成绩 而成绩学生 你不能说他老考倒数 你去惩罚成绩人家 也不行 再一个第六点 这也是不应该做的 你不能说我今天心情好了 你坐着 我今天心情不好 你站一节课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好恶 实施成绩 再往下 就是说 你不能指派一个学生 去对另外一个学生实施成绩 这样就有点太奇怪 太过分了 比如说 一个学生成绩好 你让成绩好的学生 去惩罚成绩不好的学生 去打他去骂他 扇他的耳瓜子 这都太没有人性了 你看 天哪 现在评论区怎么又变的 上一页的时候 评论区简直就是 气势汹汹的 这一页的时候 评论区就是惨兮兮的 大家都有个悲惨的童年 是吗 所以说 咱们这期就不要去做就好了 太惨了 打巴掌的 被孤立的 经历过 我的天 同学们都是咋过来的 造孽呀 这都是 所以说咱不这样 行 来看一道题 来看一道 第六题 你感觉一下 2016年下半年 说小学生陈某 十分调皮 经常违反课堂规律 那么周某这个班主任 就让其交纳违纪金 宣称再犯错误 则从中扣除罪班费 问你这个班主任的做法怎么样 做法肯定是不正确的 我们学了老师那么多的权利 但是没有对学生进行罚款的权利 C项当选 那四题选项就是根本不能罚款 跟批不批评没有关系 好 这是我们说老师的权利 那考的时候 就像老师刚才所说那样 给例子 能够对应到他做的对不对 这个老师做的对不对 或者说侵犯了老师什么样的权利 能够对应上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老师的义务 那这个义务呢就是说 你身为一个老师 你是必须 你是一定要做这件事的 义务这呢考的就比较少了 而且考的也很简单 咱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身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你得咋的 你得遵纪守法 你得按照人家的法律法规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有履行教育教学的职责 也就是说老师呀 要能够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 要能够遵循学校的规定 要能够去上课 所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去上课呀 履行这种教育教学的职责 既是我们的权利 也是我们的义务 就是说去上课这个事 我有权利去上课 你不能无故的不让我上课 另外呢 也有义务 我们也一定要去上课 这是我们说履行教育教学职责 再一个呢 就是说对学生啊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就尤其是咱们将来啊 当了班主任的老师 你会经常啊 把学生拉进这个办公室里边 跟他们聊聊天呀 进行这种思想政治上的教育呀 让他们能够爱国爱党爱人民 一心向党向国向人民 那第四条第五条就很轻松了 就是字面什么意思 身为老师啊 有义务去爱护尊重学生 有义务去保护学生的权益 那接下来第六条呢 你来看一下 这里啊 也是体现在 老师既有权利 去提高自己的水平 也有义务去不断的进步 你不能搞什么 固步自封 要做到终身学习啊 好嘞 这 说的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不是说让你们带他一起打游戏 好吧 嗯 好 好了 那在这里呢 同学们画一下重点呢 还是考察单选题 把握住第二点 老师有权 有义务去遵守学生的相关规定 去上课 遵守学校规定 去上课 好 咱们来看一看这道题目 怎么做的 21年上半年 刚考过 还热火 还烫手呢 坐一下 说这个教师张某啊 拒不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 随意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 问你张某的做法咋样 老师是有旅行教育教学的职责和义务的 来看到 C项当选 不合法 教师有执行学校教学计划的义务 不能说你想咋样就咋样 好了 那么老师的权利和义务 咱们就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咱们重点来看一下 学生的权利保护 在你们讲义的第62页 看到62页这里就涉及到了学生的两项权利 分别是学生 他作为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会享有哪些公民的权利 另外呢 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作为受教育者 又享有哪些受教育者的权利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老师再强调一点 所有的法律法规的题 都只考察 单选题 咱们只需要掌握住关键词 来进行备考就行了 还在纠结哪道题呢 学生的义务这 咱们一会儿 一会儿再给大家答疑 一会儿再给大家讲一下那道题 咱们先往下继续 来看到这里 人身权 那首先人身权当中 第一点叫做生命健康权 那所谓生命健康权 我说一下口情 它考得极少 所谓极少少到什么程度呢 在咱们科目里当中 一次没有考察过 所以说想要考察你生命健康权 你要了解到 所谓生命健康权 就是说我得活着 别人不能非法要了我的命 所以考的时候 它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字样 像什么 致残 智商 特别严重的 什么打成植物人 打骨折了 打死了 这些会涉及到生命健康权 那么体现在校园当中呢 就是强调 禁止校园霸凌 这是我们说生命健康权 考得很少 就是说别人不能非法要了我的命 另外一个叫做姓名权 那所谓姓名权呢 就讲我有权使用我的名字 别人不能够冒名顶替 那我不知道同学们近两年 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类新闻呢 就是说有人顶替了别人的名字 上大学 或者说顶替了别人的姓名 去找到了工作 有没有听过这个 你看 冒名顶替了别人的名字 使用了别人的名字 就侵犯了他们的姓名权 你看 偷走了别人的人生 多惨的那个被偷的人 所以在此啊 这个姓名权就强调这一点 禁止他人冒名顶替 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肖像权 那对于肖像权而言呢 考的就稍微多一些了 他强调啊 我有未经别人允许 别人呢 不得使用我的照片 未经本人民许 别人不得使用我的照片 那体现在禁止非法营销 禁止恶意丑化 啥意思呢 比如说你们的老师 我知语 知语长得呢 有点抱歉 于是呢 我就去一家整形医院 去捣执了一下 那这家整形医院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拿我的照片进行宣传 进行盈利 那么请问侵犯了我的什么权 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所以说肖像肖像 就可以简单理解为 是一种照片上的乱用 未经本人的允许 不得乱用他人的肖像 他人的照片 这是我们强调 禁止非法营利 另外一个呢 强调禁止恶意丑化 那其实这个事啊 体现在明星身上比较多 就像一些明星的黑粉啊 会故意批一些 他们的这种黑图 把人批得很丑啊 或者说批一坨大便呢 会批很多污秽物啊 在那人家的脸上 这些都属于侵犯了 他们的肖像权啊 所以整个肖像权来讲 体现在考试当中 常考察这两点 禁止非法营利 禁止恶意的去丑化 好 这是我们强调这三点 那这三点完了之后呢 咱们再往下继续啊 好 继续了 继续了 来看到第四点 叫做名誉权 同学们 你想想名誉名誉 你能不能画一个大白话 给我解释一下 啥叫名誉 所谓名誉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名声 就是我们的名声 大家想想 名声这个东西 是不是人人都有的呀 是不是你也有你的名声 我也有我的好名声 他也有他的名声 就是人人都有的 那所谓名誉权呢 就是说我的名声 我有权去维护他 禁止他人诽谤 禁止他人泼脏水 所以同学们 你在名誉权旁边 写上三个字啊 禁止他人去泼脏水 你不能泼脏水 比如说咱们有个同学 明明他不是小三 那我就向他泼脏水 我就说他是小三 那这是不是就 败坏了他的名声 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另外再比如说 有的明星人家 明明没有吸毒 那我就向冲人家泼脏水 我说他吸毒了 那这也是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去破坏了他的名声 所以来看到 名誉权 也就是体现对我们名声的一个维护 人人都有 禁止他人诽谤 禁止他人泼脏水 但往后来看到荣誉权 这个同学们想想 傻叫荣誉啊 比如说三号学生 是荣誉 十家青年 是荣誉啊 见义勇为奖 是荣誉 那你想想 荣誉这个东西 是人人都有的吗 大家是都得过三号学生吗 哎 荣誉这个呢 他不是人人都有的 荣誉呀 不是人人都有 那这个荣誉权强调的是什么呢 你给了我的荣誉 你不能够无故的 非法的去剥夺它 你给了我三号学生这个荣誉 你不能说啊 因为别的学生跟校长是亲戚 你就给他 把我的名誉给剥夺走了 给他了 所以说这个荣誉权强调 禁止他人随意剥夺我的荣誉 好了 来看到这里呢 我就是怕同学们比较容易弄混啥呢 名誉和荣誉 比较难弄混 那我说了 泼脏水体现的是侵犯 哪个权利呢 诶 诽谤啊 泼脏水啊 败坏某个人的名声啊 是啊 名誉权 名誉是名声 人人都有 而荣誉呢 像什么光荣称号啊 这些不是人人都有的 好嘞 这是我们说 名誉权和荣誉权 那接下来来看到 隐私权 同学们 你来想一下 隐私权 什么叫隐私权呢 这块就作为一个理解 不需要你去记笔记 你先要理解一下 所谓隐私权 就是强调第一点 是我不想让人家知道的 第一点强调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这属于我的隐私 我的秘密 另外一点呢 是与公共利益无关 这两点同时满足了 才算是我们人的隐私 那同学们 你请来判断一下 比如说 在疫情期间 社区的工作人员 让你按照规定 上报自己的行动轨迹 那这算隐私吗 这个不算是隐私 你看 这是和我们的公共利益相关的 所以说同时满足到了 才叫做隐私 那么这样的一个隐私权 体现在考试当中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比如说同学们 你来思考一下 老师可不可以去看一下 学生的日记 学生的信件呢 或者说学生写的小情书 咱能去看吗 不可以的 你要忍住 不能翻人家信件 不能开人家的日记 好 另外 大家想想 能不能随意公布 他人的个人信息呢 比如说 你要公布什么 贫困生的资助名单 把他们的电话住址 电话信息 身份证号码 父母的工作信息 全都公布出去了 可以吗 那不行 不能随意地公布 别人的个人信息 另外同学们 来再看到这一点 现在呀 也不能够公布 学生的成绩了 公布的话 就算侵犯了 学生的隐私权 我看见同学 就满脸问号 老师 这个东西成绩 我是被从小公布到大的呀 我小时候 不仅有什么 班级大榜 还有年级大榜 还有全校大榜 甚至更夸张一点 我还有什么区的大榜 但现在不行了 尤其是在北京地区啊 很多的学校 是不允许公布成绩的 就大多数学校 都不让公布了 但是呢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学校不让公布 那家长私底下 但是老师会私底下 告诉家长 成绩是怎样的 就是家长私底下 会互相联络一下 说你家孩考多少分啊 我家孩考多少分啊 他们自己私底下 会去排斥 但是从学校和老师的角度 是不允许公布 学生的成绩的 好了 这是我们强调 不能公布学生的成绩 另外呢 像是监控设备 你也不能乱用啊 大家想想 监控设备 你放在学校的大门口 这是好事对吧 你能够保证学校的安全 那你说 你把监控放在厕所啊 放在更衣室 放在宿舍 这不是变态吗 你想想 哪有在厕所 更衣室 宿舍 放监控的 这是有毛病的学校 就离谱 对吧 所以说强调 我们的监控设备 你不能够乱用 不能够乱用 好了 那咱们来捋一下 隐私权当中 这三个步啊 来看到 捋一下这个 捋一下这一点啊 哎同学们 老师这卡了一下 你们那边卡吗 声音可以吗 啊声音可以是吧 好没有卡 好好 那我这刚才显示卡了一下 好嘞 来咱们来总结一下 隐私权在考试当中考法 就是三个步 第一个 不拆看 同学们 不能拆看什么 不能拆看日记 不能拆看学生的信件 第一个步 另外一个 不公布 不能公布 不能公布啥 不能公布个人信息 不能公布学生的成绩 再往下强调一个 不乱用 不能乱用啥 监控设备 不能乱用 好 这是我们说 隐私权考察的时候 这三个步 不拆开 不公布 不乱用 那记好完之后 给我一个数字 不拆看 不公布 不乱用 像是情书 信件 他们自己写的日记本 咱们都不能看 好嘞 学生的小纸条 这个同学们跟你讲 考试从来没有考过 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你要以考试的思维来做题 像那种小纸条 同学们 这种就是你日常当中 你就尽量不要去看了 你给它没收 但是不要去看 但好像来看到人身自由权 什么叫做人身自由权呢 简单理解 就是我们有支配 自己身体的权利 就是我们能够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 那体现在体干当中 就是说咱们的公民是不受非法拘禁 以及不受非法抽查的 你想想什么叫非法拘禁呢 这个学生 他没做完作业 老实说 你不做完作业 不准走 给你关禁闭 关什么小黑屋 对吧 你看 把你关到禁闭了 给你关到小黑屋里面了 你是不是人身就得不到自由 没办法自由的支配自己的身体了 那在此侵犯的是我们的人身自由权 另外一个呢 强调不受非法搜查 这里体现在哪呢 体现在搜身上 大家来想想 搜身搜身 是不是先把你摁那儿 你动不了了 然后我再搜身呢 所以说你动不了了 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支配自己的身体了 那么在法律的界面上呢 我们把它界定为侵犯的人身自由权 所以说搜身呢 在法律当中 界定为侵犯人身自由权了 好了 那在这里同学们来看一下 像是这幅漫画图当中啊 说进入本校 必须搜身 这是本校的规定 这明显是不正确的 那再比如说同学们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在超市里面啊 超市的人说 你偷了他们的东西 要对你进行搜身 怎么办 哎 像是这种非法搜查 非法的拘禁都是不可以的 那就报警了 OK 你说我偷东西 那报警 让警察过来评评理 但是别人是不能够非法搜身 非法拘禁的 好了 在这里 我看到同学们 又有很多的小问号 老师啊 放学之后 留学生做作业啊 做了半个小时 做了一个小时 算是侵犯他们的人生自由吗 啊 老师啊 这种情况下算是侵犯 那种情况下是侵犯吗 你来看一看 考试的时候是怎么出的 这道题书上没有 这是咱们曾经考过的一道真题 你来做一做 你看看考试人家是怎么表述的 说放学后啊 教师李某 让小强留校写作业 李某因临时有事 将小强反锁在办公室 直到深夜 问你李某的行为怎么样 你看 他就有个很清晰的表述 将小强反锁到办公室 直到深夜 侵犯了小强的人生自由权 所以说老师一直跟大家强调 就是说 你要以做题的思维来做题 这样自己给自己出题 很容易把自己出蒙了 因为咱们现实当中 有太多的因素 太多的情况了 跟咱们这种法条 跟咱们的考试 是有不匹配 就是 就是现实太复杂了 而咱们的法条呢 说得很清晰 你看 有同学说 老师要不反锁呢 那人家出题就会这么 人家出题是有规律的 所以咱们要以考试的思维来做题 来接下来看到第八个 叫做人格尊严权 那其实人格尊严权 就如它的字面意思一样 学生的人格 应该得到他人的尊重 所以说我们应该去尊重 学生的人格尊严 就不能对学生 实施什么谩骂呀 侮辱啊 体罚和变相体罚等等 侮辱他们人格尊严的行为 那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这张图当中 你看 这个老师就让这个男孩 坐到了这种女厕所旁边 说 为守厕所的感觉如何呀 就明显 就是 没有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 侮辱了他们的人格 另外呢 你看 像这给孩子们取一些 奇怪的外号啊 什么迟到大王啊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启过 或者说 听到别人启过一些不好的外号 有吧 就是我们原先有个同学啊 因为他总是大大咧咧的 上课老捣乱 所以说 老师给他取个外号 叫做缺哥 就说他缺心眼 那其实这种就是侵犯了 他的人格尊严权嘛 侮辱了他 有个人说反弹 反弹给老师 可以啊 那这种同学要知道 起那些爱称啊 逆称啊不算 哎就比如说什么 小机灵鬼啊 小小宝贝啊 这些都不算 就是这种侮辱性质的逆称 那在这儿 他要能够区分一下 有个学搞不清楚啊 名誉权 和人格尊严权 咋区分呢 跟大家讲讲啊 在考试当中 他最常考的一点 就是最常见的区分方式 最好的区分方式 就是他们的侵权行为不同 比如说 对于名誉权而言 强调什么呢 强调是一种泼脏水 是一种抹黑 哎就比如说明明不是小三 我目标他是小三 人家明明不是小偷 哎我就说他是小偷 这种泼脏水抹黑 是侵犯名誉权 而人格尊严权在考试中怎么体现呢 这种起外号 体罚 变相体罚 这种算是侵犯了人格尊严权 所以在此大家要知道 这个人格尊严权 跟教育惩戒权 他俩你认为冲突吗 同学们先把握一下 他俩冲突吗 哎他俩是不冲突的 这个人格尊严权 就是说你不能够去这种 这种体罚是说 变相体罚是说他们感到痛苦 目的呢还是在罚上 让他们感到痛苦 而教育惩戒权呢 目的是要教育他们 帮助他们改正 就比如说一节课 让他站个十分钟啊 站个十五分钟 学生身上感受不到 那么强烈的痛苦 所以这个不算是 他俩之间是不冲突的 好那同学们 大家还是在纠结这个 来你看看 做一档道题 咱们来感觉一下 人格尊严权 强调的是老师 不能够起这种 侮辱性的外号啊 侮辱他们的人格尊严 体罚变相体罚不行 你来看道题 第一题啊 说班上有人遗失了财务 孔老师未经调查 就怀疑是孔某偷拿了 尽管孔某一再否认 但是孔老师还是要求他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承认他的罪行 这是啥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承认他的罪行 来坐一坐 这是不是就是 侮辱了他的人格呀 侵犯了他的人格尊严权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承认让他 逼迫他承认罪行 那你看看这道题当中 有名誉权吗 名誉权强调的是啥 哎呀 来回顾一下 强调的是泼脏水 而人格尊严权呢 是说一种侮辱他人的人格 强迫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承认罪行 是不是体现一种侮辱他的人格了 那如果说老师仅仅是表述 你要看题杆中怎么表述 如果说这个题杆中仅仅表述出来说 老师四处散播 小明是小偷 那这个你选啥呀 四处散播小明是小偷 人家小明不是小偷 这个是名誉权 所以同学们 我看到同学们的一点 就是说 大家很容易把真题想得太不严谨 就是真题 它会避免出来有很多指向模糊的地方 现在这里 它可能就在名誉和人格上 有点模糊 它就指出考人格尊严权 所以还是啊 你不要给自己增加难度 你说你给自己改这个题干啥呢 自己给自己出题 这不是难为自己吗 对吧 所以说你就是 拿着这个关键词 能做出来这个题 咱能达到这个教资证 就可以得分了 就行了 对吧 那你说万一 万一这个事情太多了 万一它改考纲了呢 万一它出靠纲的题 出超纲的题呢 这种万一的事 你这么多还咋备考啊 万一它今年不考了呢 对吧 好 再做一道题来看一看 那答案都是往大家脸上去呼的 做一道这道题 书上没有啊 说某中学在资助贫困生的公式中 将你资助学生的家庭住址啊 父母姓名啊 电话号码啊 身份证号啊 予以公布 问你这个学校的做法怎么样 资助贫困生的公式当中 将他的家庭住址 父母 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都公布出去了 这明显我们强调不公布 个人信息嘛 那就侵犯了人大的隐私权 个人隐私权 好 做到这的时候 同学们 你一定要看一下 真题的 它的表述的落脚点也好 以及它的每个选项 出的怎么样也好 都是经过判证出院人 几遍的琢磨去打磨的 不是说人家选几个就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看真题 它表述的落脚点在哪 行 老师不多说了 直接来看到财产权啊 行 再多说 同学们又嫌我啰嗦了 来看到财产权啊 来来来 我六十次眼 六十次眼啊 那么财产权这里 就是强调了这几点 一直财产所有权 继承权 受赠权 和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 那其中以第一点 和第四点 考察的比较多 那来看一下吧 所谓财产所有权 就是说属于我的东西 别人不能随意拿走 不能非法剥夺 那比如说 老师可不可以对学生 进行罚款呢 是 不可以进行罚款的 是不能的 另外同学们 老师可不可以没收 他们的小人书啊 漫画书 不归还呢 哎 也是不可以的 像没收什么手机啊 不归还 都是不行的 那在这儿 有同学又想了 老师 那要是 没收了一个月才还 没收了一个学期才还 我逼了夜之后才还 那算是侵犯我的财产权吗 你想那么多干啥 一会儿给你看两道真题 你看看真题是咋出的 那就直接说了 没收物品 不归还 侵犯的是什么权 你知道是财产所有权就行了 那在这儿 同学们 你来看一下 你小时候 有没有被学生损 有没有被老师损毁过物品呢 哎 比如说有没有把你的手机啊 给砸了 把你的漫画书给撕掉 有的有有的没有是吧 那这里也是体现出来 老师啊 是不能损毁人家的物品的 那这个物品当中呢 也体现出来一种虚拟财产啊 就比如说 你们打王者荣耀的时候 那些个什么名闻啊 是不能够去给他销毁的 什么装备呀 那些装备呀 什么宝石呀 那些东西 都不能损毁 这也算是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 所以说 在财产所有权这里呢 经常考的三个表现 那就是罚款啊 没收物品不归还 损毁物品 好了 这是我们说财产所有权 那接下来呢 看到继承权 那其实继承权呢 就是经常我们在一些偶像剧当中看到过啊 说继承了谁谁谁的遗产啊 我们要知道 学生也是有这样的继承权的 像是在一个电影啊 叫做西红柿首富里边 那个男主啊 王多渝 就继承了他那个 他二大爷啊 还是他二爷爷的一个巨额余产啊 这是我们说继承权 能够继承财产 另外一个叫做受赠权呢 受赠权 就是说 学生啊 或者说孩子们 也是可以接受他人的赠品 接受他人的赠物的 就比如说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啊 同学们现在长大了 想送自己的弟弟妹妹 自己的侄子侄女 一个金灿灿的五三大礼包 这些孩子们 有没有权利去接受呢 送五三大礼包 可不可以接受 哎 他们是有受赠权的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有的啊 那你要不想接受 也可以拒绝嘛 但是他们有接受 这种赠物的权利的啊 必须有 五三大礼包是啥 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啊 做体用的 另外一个 我清个屏啊 就是体现在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 那在这呢 厂考的两点 一种就是稿费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专利费 那所谓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 也就是说 我们这种脑力的劳动成果 我们这种知识成果呢 也是受到国家的保护的 那同学们来思考一下 比如说 小红 写了一篇作文 发表了 获了奖 那请问 这篇作文的稿费 是给小红呢 还是给她的辅导老师呢 哎 你要知道 稿费呀 专利费呀 归本人所有 小红的作品 得了奖 获了钱 那要归 小红所有 哎 归学生 本人所有 好 来 捋一下 这一页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 财产权 强调老师不能够罚款 没收损毁学生的物品 另外一个 知识产权 强调的是 稿费 专利费 归学生 本人所有 好 这是我们说这两点 那接下来看一道题吧 2020年下半年这道题 你看看人家真题都是咋出的 说 小学生秦某在课间休息时玩游戏 班主任李某以学校不准带手机为由 没收起手机 一直没有归还 问你李某的做法 不正确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 私一项当选 好 最爱做一道题 感觉一下 说小学生亡灵的作文被老师举荐发表 稿筹归谁所有 矮归本人所有 他的稿费专利费归本人所有 亡灵所有 私立选项当选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为啥跟同学们讲 真题它是最有参考价值的呢 因为他每个的表述也好 选项的配置也好 都是经过叛建老师琢磨过的 所以说大家放心 你就很严谨 第二个来看到学生 他除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之外 他还是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是受教育者 那么第二点说的就是 学生作为受教育者 享有的权利 这一点呢 在考试当中 会经常出现一种统称 叫做受教育权 叫做受教育权 所以说你要知道受教育权 包含着以下这四个方面内容 以下这五个方面 那首先咱们来看到第一点 叫做参加教育教学权 那也就是说 我身为一个学生 我是有权听课的 那大家想想 可不可以老是因为我成绩差 就不让我听这节课了 可以吗 不可以对吧 另外呢 我也有权去使用一些教学设备 那这里呢 曾经考过这么一个例子 虽然不是在咱小学的时候考的 你听过 你听一下 就是说这个物理老师啊 因为小明物理成绩不好 不允许他参加物理实验 问你侵犯了什么权 你要知道 侵犯的是参加教育教学权 哎 侵犯了他们的受教育权啊 好 这是我们说参加教育教学权 有两点 第一个是有权听课 另外一点是有权使用教育教学设备 不能够无故的去侵犯我的这些权利 另外叫做获得经济资助权 那这一条权利啊 那这一条权利啊考的很少 啥叫经济资助权呢 请问一下同学们 身为一个学生 可不可以获得国家给的奖学金呢 哎 这是我们是可以获得的 另外像是助学金可不可以呢 哎 也是可以的 那也就是说 身为学生啊 我们是可以获得这样经济资助的 所以说整个这一页啊 就一个小重点 在参加教育教学权这儿 哎 说学生有权听课 有权使用教育教学的设备 那我现在看到剩下这三点 剩下这三点呢 以第五点啊 受完法定年限教育权比较重要 那咱们还是挨个看 第三点强调 获得学业证书权 也就是说 我按时完成了我的学业任务 我是有权获得一个毕业证书的 先是咱们小学毕业证书啊 中学毕业证书啊 哎 都是有权获得的 那其实这一点呢 在咱们中小学 就是没有啥体现的 没有说哪个学校会无缘无故的 不给你发毕业证书 主要是在强调有一些大学啊 就是说这个学生 明明已经完成了学业任务 但是呢 就扣着证书不给发 主要是针对大学这种现象 说的就是说 学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是有权获得毕业证书的 另外看到申诉起诉权 也就是说 这个学生啊 如果觉得学校的一些处分 他认为不对 不正确 那么他只能憋着吗 也不是 他有权力进行申诉和起诉的 那所谓申诉 同学你要知道一下 是指啊 我向哪申诉呢 向教育局去申诉 学生可以向教育局去申诉 说觉得学校哪哪做的不对 另外 起诉呢 你想想 我们常说上哪起诉了 上法院 进行起诉 所以说这个申诉起诉权 就是说 如果学生觉得学校哪做的不好 侵犯了他的权益的话 可以向教育局申诉 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好 那其实这两点呢 考的很少 在小学当中啊 基本没有涉及过 涉及过的是哪个呢 是第五点 受完法定年限教育权 这里就体现在咱们一定要念完义务教育 同学们知道义务教育是几年吗 是 九年 这九年的义务教育你是一定要念完的 那大家想想 对于小学生而言 学校能不能随意开除小学生呢 说你家小孩学习成绩太差了 我们教不了了 你给他转个学吧 开除吧 是 不能的 也就是说 受完法定年限教育权强调 不能随意开除 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 这九年一定让孩子们念完 那比如说这个孩子 他自己不想念了 或者说 学生的家长不想让他念了 可以不念吗 在义务教育阶段 那也不行 同学们要知道 我们法定年限的教育 就是这九年 你想不想 愿不愿意 都得去念完 要不然叫做义务教育呢 是一定要去念的 好了 那来看到第五点 就记一下 不能够随意开除 义务阶务阶段的孩子 不能够随意开除 好 咱们来做两道题 感受一下这的难度 下课了还行 咱们来做一道题 说某小学让学生乐队停课 参加公司庆典 公司则给予学校一定的经济报酬 问你学校的做法怎么样 不要上课了 参加庆典还给钱 还给钱挺好啊 怎么样呢 这道题正确的答案就是 C选项 不正确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让学生停课 学生就没有上不了课了 但是学生是有权上课的 好 再往下 涉及不到什么人身权 没有禁锢学生的人身自由 同学们呢 你们也太不把老师当外人了 老师我想尿尿 老师我膀胱都要爆了 这是把老师当亲姐姐了 是吧 来来来 咱们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就下课 老师我来大姨妈了 老师我想拉屎 来回顾一下 老师我想出对象 来来来来 总结了总结了 来看看咱们刚刚学过的 教师的权利 首先体现在 老师可以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可以开展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实验 体现是哪个权利呢 老师有权去上课 有权去换着花样上课 叫做教育教学权 好 另外我说 我们中小学的老师 也是可以参加学术团体的 学术团体的 叫做学术交流权 参加学术团体 或者在学术活动当中 发表自己的意见 都是可以的 另外说 老师可以指导评价 学生的作文 作业 指导一下他们品行 道德的发展 写一个操心评定 这叫做 指导 评价权 再往后 我的钱欠 我的工资 你不能够无故苛扣 而且我也享有 寒暑假的代薪休假 该发给我的钱 要发给我 这是我们说 报酬待遇权 另外一个 说这个学校 不是校长一个人说的算 也不是某一个人说的算 我们老师呢 可以在这个会议上 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发表自己的想法 为学校的发展 建言献策 叫做民主管理权 可以民主管理学校 另外一点 我说老师也是有权利 去不断进步的 参加一些考研 培训计划 省培计划 不断提升自己 进修培训划 好了 这是我们强调老师的权利 然后这里呢 给同学们来截个图啊 我来倒数 五四三二一 咱们来截个图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到后来看到 关于学生的权利 我们主要学了两点 第一方面呢 是学生作为公民的权利 如果说有某些地方啊 他拿我的照片 以盈利为目的来使用了 我还不知道 或者说恶意丑化 我的相片照片了 侵犯我的什么权利呢 侵犯的是我的肖像权 另外如果说体现在材料当中啊 侵犯了学生的个人隐私 公布了学生的日记 公布了学生的什么 个人信息乱用了监控设备 拆看了日记 是啊 隐私权 另外如果体现了搜身呢 关禁闭呀 让我不能动了 我无法自由地支配我的身体 是啊 人身自由权 再有个像是这种侮辱人格的形式啊 谩骂呀 起外号啊 体罚呀 变相体罚呀 侮辱人格呀 是哪个呢 还是人格尊严犬 好另外 删除了我的游戏装备 没收了或损坏了我的东西 没收我的小人书 不归还我 我的稿费老师拿走了 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 好 那大家想想 参加教育教学权当中体现的两点 第一个呢 是老师有权去上课 学生有权去上课 另外呢 学生还有权使用一些教学设备 再往下 受完法定年限教育权 说的是义务阶段的孩子 咱们不得随意 开除 说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 咱不得随意开除 好了 这是我们说整个学生观 给大家讲 学生权利给大家讲到这里 请个屏 然后这是我们说 学生权利的一个 比较完整的截图 有需要的同学可以截一个图 好好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老师 现在是二十点零七 在二十点十七的时候回来 咱休息的时间 刚才 要拉裤兜子的同学 要尿尿的同学 都快点去 老师给大家放两首歌 来听一听 咱也活饭活饭 去吃吃饭 然后呢 然后去精神精神 没吃饭的也去吃吃饭 咱也活饭 等待滋味 谁让人这么专门崩溃 难道你最后没跟着 没看着 没看着你好吗 怎么还不来爱点 Woo rearyary rearyary 白不愧是你 要想起身在语解 奇妙的是一梦中的音 跑运时会听 根本按下动画间 要上耳朵提高清卷 神经时到全面前 你的电话 绝不浪贴 rearyary 爱的初生灵 yeah 滚踏往外 或是云往内 月底再考虑通话 被你问你 燃烧到黑夜 我无法熬夜 满到黑夜 全天 来点 接到你的来点 我会叫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ok 好想问了 其实到底怎么演 你为什么心愤 被难收敌 我心愤怒 你可能不敢休息好几遍 你可能不敢休息好几遍 我担心天气突然没念 你到底有没有感觉 你了你好吗 怎么还不 你了你好吗 来一点 r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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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不客气 你要想提醒 爱你 耶 想要的声音 轰轰轰的音 它铃声会停 敢在按下动画间 要唱耳朵 提供 进全身 进行 到全面 结果 你的电话 绝不留见 r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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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不顺利 耶 为他往外 或是往内 月底 在逃遇 同发 被一闻 已燃烧 到北边 无法 也换到 黑眼圈 耶 来一点 浪较 我已经没有 运来的 何旋律在 轻轻 轻轻 跳的声音 开始震动 不是神经 而知你 是不再的 代理 已经在 在被细带 唯有 不用 希望 听到 你说 嗨 那种耳朵 提高 请觉神经 是 离到全面 结尾 你的电话 绝不能解密 你爱的 可惜 你 看到 我们 来 或是 往内 月底 再考虑 中华 被一闻 依然 消灶 飞 云 无法 也 翻唱黑眼圈 年 让 小 回 过 提高 精神 神经 细胞 全面 却 被你 断 电话 转 转 转 无法 真 幸好 你 不 你 我 没 你 我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意到挣脚丢掉 有肩膀就够 最后用关系的口 回到我们的手挽钩 只要在你身边 就剩掉四年期间 只有来眷恋 我要在你身边 静静放飞心 也许一代就永远 只要在你身边 我依然生掉四年期间 只有来眷恋 我要在你身边 静静放飞心 也许一代就永远 按照明哦 静静放飞心 自己会在你身边 爱的笑 从前阴雨天 你的伞 留下了思念 今夜 你不在我身边 爱在 断桥片也无法刘断 不管多活着多么难 我是依然爱瞬间 痛了一千年 说声在街心盘起 眨眼见脸见白板 年软满满 谁还谈 任一生观赞 受伤的知己 远不见让世界翻翻 今生和 你并肩就要你做伴 说声在街心盘起 眨眼前脸千百般 年软满满 谁还敢 任一生短暂 受伤的奇迹 愿不见任世界 纷纷 今生存 上课了 上课了 好 来上课了 这首歌叫做 今生你作伴 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 潘月明那版的 法海那个故事 好 咱们来继续 那么咱们接下来看到下面一部分内容 就是来到了教育法律法规部分 来同学们把讲义翻到68页 回来了 回来了 咱们再来明确一下整个法律法规部分的考情 它只考察单选题 所以说考察单选题 就需要我们能够掌握住每个法条 它的关键词都是什么 好 那以前老师在教课的时候呢 碰到这样一类学生 他们对于学法律有这么一个误区 就是老师 我要把这些法条从头到尾 完整的给它背下来 你觉得这样 大家觉得这样可行吗 这种方法 你想一个法条都那么多句话 这要背的话 背到何年何月呀 所以在此同学们 你跟着老师学 咱们一起把握住这个法条的关键词 一个那么长的一句话 咱们就把握住两三句话 两个词就可以了 所以在此 这几部法律 都是需要同学们能够去备考 去掌握的 理解掌握重点的法条 那在这儿呢 每一部法律都考的是比较平均的 不是说它重点会考察什么卫保法 重点会考察义务教育法 没有 每一部法律出的题都比较平均 所以都是要同学们都去用力 好 那接下来 在讲之前 还是要的同学们牢记住 咱们学法律 是为了考教资政 不是为了什么当什么律师啊 成为法学的一个专门的专家呀 那咱们只需要作为 找到关键词 会做题 以考试的思维来做题 不要去纠结现实中那些复杂的因素 就好了 看到第一章 教育法当中的第一章总则部分 那第一章总则 咱们先来看到 第四条涉及到了教育的地位 他说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 那最后一句话又说到了 国家应该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 在此同学们把握住两个词 一个是基础 另外一个是优先发展 为什么说教育是咱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呢 邓小平爷爷就曾经说过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只有我们把教育搞好了 才能够在十几年后 影响到我们的国家的政治啊 经济啊 文化啊 各方各面 大家思考一下 就这段时间那些港独啊 台独啊 就这样的一些 就是一些青年人 他们为啥会有这样的思想呢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的教育没有搞好 从小没有接受到像咱们这样的爱国主义的教育 所以他们的教育出现了问题 这要明确啊 教育是咱们的基础 那既然是基础 咱们就要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 考试的时候经常就考原文 为你保障教育事业怎么发展呢 优先发展 另外再看到第八条 第八条这里啊 国家实行教育和宗教相分离 大家你们小的时候 有没有见过哪个老师说 上上课开始传教了 上上课刚讲完之事说 要不然你来皈依我们教 你来我们教吧 没有的对吧 所以在这里你要明确 要和宗教相分离 当然在此考试的时候特别坏 会有换成哪些选项呢 你想想咱们的教育 用不用和政治相分离呢 用不用和文化相分离呢 这样就对不对 是不用的 所以你要知道 咱们在学习的时候 就学到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 是什么样的 学到那些思想上的文化上的态度 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不和政治文化相分离 而要和宗教相分离 好了来看一下第四条第八条 就掌握六个字 一个基础 一个优先 另外一个和宗教相分离 好那接下来看到第九条 第九条说 在我们国家呀 公民 不分民族 种族 性别 职业 财产等等 各方各面 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什么意思呢 就要说在咱们国家 只要你年满了六周岁 都有相同的机会 去接受到我们的义务教育 那在这里说的是 机会是平等的 那如果说考试中给你换成了条件平等 正确吗 说受教育的条件是平等的 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你想想 就是那些沿海的地区 就要比那些大山里的教育 要更加的发达一些 所以在此要明确 我们的教育是机会平等 而不是条件平等 所以说第九条啊 就掌握住一个词 受教育的机会 平等就可以了 那考试的时候 出现例子 出现一些表述 能够对应上就行 不用一个个法条都去背 老师刚刚说过了 就掌握住一个词 机会平等 那再往下 就涉及到我们的语言文字了 教学所用的语言文字 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教学呢 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 进行教育教学 这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咱们的汉字 和普通话 你要标记一下 汉字和普通话 这就是为什么同学们 考完教资 去认定的时候 要拿一个普通话证书 因为我们要用 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 进行教育教学 那我在考试的时候呢 经常考例子 咋考呢 说某老师啊 在上课的时候 用方言教学 同学们倍感亲切 问你这个老师的做法 对不对 总是用方言教学 想拉近和学生的距离 是不对的 不能用方言 要用普通话 要用汉字 进行教学 但是同学们 也需要意识到 咱们国家 是有多民族国家 是56个民族 56的花 那么国家出于为了保护 咱们少数民族的语言 可以让在少数民族地区呢 实施双语教育 也就是说 你既可以有普通话 也可以用当地的语言 那在此同学们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 右面呢 内蒙古工业大学 就是咱们的汉字嘛 而左边这一串呢 就是蒙语 可以采用这样的双语教育 双语教学 所以同学们 你要知道 咱们少数民族的语言呢 和方言不是一回事 人家是有 少数民族的语言 是有自己的语言体系的 而方言指的是啥 就是那些地方的一种方言嘛 像什么巴士啊 东北 那个阿大大 什么 妹的恨 妹的恨 什么阿门三东人 我也学不太会 也不知道大家是哪的 所以说 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啊 用当地的语言 进行双语教育啊 好好好 来咱们来总结一下 这一条当中啊 就两个点啊 总结一下 第一个 请问上学教学的时候 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 来进行教学 是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 进行教育教学 那么在少数民族地区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使用双语教育啊 这是我们说这两点 大家把握住就足够了 那再往下来看到第十四条 十四条当中 咱们怎么去记呢 你看到这里 涉及到了教育的管理体制 那咱们是怎么管教育的呢 说是国务院和地方的政府 根据分级管理 分工负责的原则 进行一步步的管理 就是一点一点的往下管 分级管理 分工负责 那在考试的时候呢 会特别坏 给你换成这些词 统一管理 统一负责 选吗 统一管理 统一负责选吗 这是不对的 那如果说统一管理 分级负责呢 也是不正确的 在此考试的时候 就考原文 你就把握住这八个字 就是分级管理 分工负责的去管的 就了解这八个字 剩下这两条呢 你简单看一眼 像是中等级中等以下的教育 啥叫中等级中等以下教育 就比如说咱的中小学 幼儿教育 学前教育 就是中等级以下教育 是由国务院领导的地方人民政府去管 而高等教育呢 比如咱的高校 高校呢 是由国务院 省自治区 直辖市 一起管的 所以整个第十四条 来保住它的管理原则 分级的管 分工的去负责 好 那么咱们第一章 学完之后 来看一看同学们 把握的怎么样啊 没有判断题啊 第一个啊 说国家保障教育事业怎么发展呢 优先发展 优先发展 另外一个 国家实行教育和宗教相怎么样呢 和宗教要相分离啊 像好像公民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的啥 平等受教育的机会还是条件 机会是平等的 年满六周岁 大家都可以去上小学 另外应当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 进行教育教学 国家通用的 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育教学 再往后管理体制怎么去管的呢 分级管理 分工 负责 好 另外刚才同学说 老师 高中是高校吗 同学你要知道 中小学啊 它就包括了咱们的初中 高中 小学 高校指的是什么呢 高校指的是各种各样的大学啊 这是咱们一个小常识 你了解一下就好了啊 对 高校指的是大学啊 好了 来看到第一章总则部分 这块有校同学可以来结个平啊 来 倒数 三 二 一 这是咱们第一章登录重点内容 大家就记这几条就可以了 中专也是中小学的呀 好了好了 来看到第三章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来看到第二十六条 二十六条就涉及到一个办学原则 来看到这里啊 说 以财政性经费 捐赠资产举办或参与举办的学校 不得设立为盈利性组织 那当时想一想 财政性经费是由谁来拨款呢 谁来拨的这个财政 谁来拨的这个钱 爱是国家 进行拨款的 所以说 以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学校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公办学校 而这个捐赠资产举办的呢 就比如说 某某明星啊 会捐赠一些小学 捐赠的小学 先说我们知道 好像是古天乐 他一直在不停地捐赠这样的小学 这就属于捐赠资产举办的 那这样的一类院校呢 是不得设立为盈利性组织的 你是不得以盈利为目的来办校的 这是我们说 国家 国家举办的学校 公办学校 以及以捐赠资产举办学校 不得设立为盈利性组织 那么考的时候呢 怎么考呢 以例子的形式考察 你来判断一下 说面对办学成本的不断增长 周校长计划将自己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 转型为盈利性的民办学校 通过向学生收取合理的费用来保证教学质量 问你校长的做法怎么样呢 这要题它肯定是不合法的 因为我们知道 捐赠资产举办的 以及公办的学校 是不得设立为盈利性组织的 私地选项当选 而这个C选项啊 捐资举办学校的财产呢 归自己所有 这不是归国家 而且题杆当中没有体现出来这一点 所以C项直接排除 好 这是我们强调第26条 把握住这两点 第一个 公办院校 另外一个 捐赠资产举办院校 不得设立为盈利性组织 不能盈利 再往下来看到第27条 涉及到我要办学校了 同学们你先不要看书 你就想一想 想办个学校 我带有哪些条件 你就先想一下 你别看书也别看讲义 首先 我得有钱 对吧 另外呢 我还有个地方 我不能让同学们在大马路上去教学 再往后啊 我看还说 悠悠老师 行 好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得有人 得有资政 好好好 来看一看 那首先第一点 就是同学们所说的 得有钱 得有必备的办学资金 和经费的来源 好 这是我们说 得有钱 另外办所学校 你得有场地吧 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 设备设施 你得有场地 你得有场地 那这个场地 大家想想 图跑道 可不可以用呢 老师们可不可以在V楼里边上学呢 学校把一座V楼 快要倒到楼 作为教学场所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 你要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教学场所 场地 这是我们在有地方 另外一个 你要有合格的教师 那这里的教师 要求只是合格的就可以了 不要求是优秀的教师啊 这里同学们要知道 合格的教师什么呢 就是有教资证的教师啊 有教资证的教师 所以在考试当中 经常会出现一个迷惑选项啊 说有优秀的教师 你能选吗 那你就不能选他 要求仅仅是合格的 有教资证的就行了 那在往下呢 我们说学校啊 也是一个组织 那是因为这个组织呢 你就要有自己的机构和章程 所以说咱们来总结一下 这四点啊 就是有钱 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经费来源 有地 你得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场所 设备设施 有人 得有合格的教师 有章程 有组织机构和章程 那在这里同学们来思考一下 办学条件当中 你觉得应该有学生吗 是不用有学生的 你要捋一下这个逻辑啊 你想应该是咱们先把学校都建好之后 把老师都招来之后 再去招生 你不能说学校都没建好啊 让学生们在大马路牙子上上课 老师都没招来就来招生 那不行 所以在此 一个很大的迷惑项 那就是说 办学条件当中啊 没有学生 没有学生 就这四个 有钱 有地 有人 有章程 有章程 这里这个人 指的是合格的老师 合格的老师 那咱们做两道题 书上没有 你来看一下 真题是怎么考的啊 所以一直跟同学说 看真题 看真题 说根据教育法的相关规定 某地 你设立一所新学校 下列 部署于该学校设立 必备条件的是哪个呢 就是 二必选项 有充足的生源 你得先办校 再招生 先把楼建起来 老师都招来了 再去招生 不用有充足的生源 那再看一道题 说依据教育法的规定啊 关于设立 计学校 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中 不正确的是哪个 你看 不需要有长期的发展规划 因为我说 法律中规定了就那四点 有章程 有钱 有合乎标准的场地 有合格的教师 所以在此同学们 咱们在学法律的时候 还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 不要我觉得 你得法律觉得 有同学就想 哎 有长期的规划 应该也挺对挺好的 但是法律当中 没有规定到 所以你不能选它 好 这是我们说这个 那接下来看到 第二十九条 第二十九条 那么长一串子 来同学们 跟老师看一下 第四点和第六点 那么在第四点当中说了 学校 第二十九条当中 四六点说了 学校有哪些权利 那首先 学校可以管理学生的学籍 也就是说 学籍呀 是归学校管 不是归教育局去管的 同时呢 也可以对学生呢 进行奖励或者是处分 那同理 学校又有权利 去聘认老师 哎 学校有权聘老师 也有权利呢 对老师进行处分 在此啊 同学们 你先把握住这个词 学校 对老师的 一种这种惩罚措施啊 就叫做处分 学校对老师的 就叫做处分 那至于明天的时候 老师再跟你区别一下 他和其他词的 不一样的地方 这也不是咱现在讲的 来看一下这道题 你做一做练一练啊 说教师沈某 因无正当理由 不服从教学的 学校教学安排 被学校暂停授课 并扣发当月绩效工资 学校这种做法怎么样 没有正当理由 不服从学校的安排 被学校暂停授课 扣发工资了 好 那老师先公布一下答案 是C选项 首先你要明确 学校的做法是合法的 因为什么呢 老师的确是有 报酬待遇权 当老师讲的时候 报酬待遇权的时候 说是不能够 无故苛扣 但此时这个沈某 他是没有正当理由 不服从学校的教学安排的 学校此时是有权力的 来给他进行暂停授课呀 扣发工资 所以这涉及不到 报酬待遇权的问题 另外在此 我们说学校对教师呢 就要做一种处分 而私立选项这个处罚呀 咱明天讲一讲 他俩的区别 你先记住这个词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29条 你要明确啊 明确出这一点 学校有权对老师 进行奖励或处分就可以了 再往后来看到 第三十条 第三十条就介绍了 学校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义务 同学们 我来说 你来想想 学校应该有哪些义务啊 比如说学校 应不应该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应该呀 这多好理解呀 对吧 好 那再想想 对待教学 学校应该怎么办呢 对待教学 还有能够 保证自己的教学质量 对吧 你不能坑学生坑老师 保证教学质量严谨之许 好 那再下一个 对于师生而言 学生 学校 又不应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呢 应不应该保护师生的合法权益 应该保护 这是第三条 另外如果说学生家长想知道学生的学习情况 学校应不应该告知家长呢 应该告诉家长学生的学习情况 好 就是这么简单 就大家都能够理解 那在这里呢 唯一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第五点 你来着重把握第五点 就是说学校啊 他应该遵守国家有关规定来收取费用 并且公开收费项目 就强调学校可不可以乱收费 能不能说先收费 到时候再还回去 都不行 学校只要是想收费的话 就要遵循国家的规定 并且呢 你得公开收费项目 就像同学们将来自己有了孩子之后 送孩子上学校 你得说学校收了什么样的费用 你得公布出来 收了多少钱呢 用到哪里了 怎么用的呀 公开这样的项目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五点 按照规定收费 公开收费项目 好 那咱们接下来看到下一题 对一下这道题 感觉一下 说某小学啊 修建新的教学大楼 要求每名新生家长 交纳三千元集资款 并承诺 会如数奉还的 问你学校的做法怎么样 答案就是 私以选项 学校不能够非法集资 不能够违反国家的标准 乱收费 这涉及不到利息的问题啊 四地台出 好了 这是我们强调的这一点 接下来看到下一个 下一个同学们 咱们要当校长了 来精神精神 在管理体制这里呢 强调就是说 想要当校长 在咱们中国当校长 要符合哪些条件 你来看看 你符不符合啊 第一个 想要在学校当校长 你有咱们国家的国籍吗 老师 我有我有国籍 我还有身份证呢 好 再往下一个 同学们 你们现在是在国内定居的吗 是不是长期在国内定居 哎 有吧 在国内定居 好的 另外一个呢 他说的就很含糊了 说并具备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 有同学想 老师 我可能就卡在第三条上了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规定任职条件是啥呢 哎 是的 法律中的原文也没有说清楚 所以咱们作为一个考点 这么去记就可以了 符合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 所以说这一点当中呢 咱们把握住三个小口诀 第一个 想要在中国当校长 你要有国籍 你要在国内定居 另外一点要求符合条件 哎 那这个符合条件呢 说的就比较虚了 咱也不知道它是啥条件 所以同学们 作为一个考点去记就好了 有人说老师 我不当不当老师了 我要当校长去 行啊 志向远大 好 另外一个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讲民主管理权的时候 有一个会议 可以体现老师在行使民主管理权 那个会议叫啥来着 叫做教职工代表大会 也就是学校啊 应该组织这样的教职工代表大会 保障老师的民主的管理的权利 所以说这一页当中啊 同学们 你就记这几个字 想要在中国当校长 要有国籍 要有国内定居 要符合条件 记好这八个字之后 给老师一个数字 或者你在讲一上画画也行 国籍定居符合条件 好 那老师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啊 接下来这个支持点呢 咱们可能有点生 它不是一个太生活化的点 但考的呢 很简单 你看一下 看到第32条 涉及到一个法人资格 那首先咱们就先来区别一下 法人和法人代表 大家想一想 你就猜啊 你现在别多想 你觉得法人 它是个人吗 它是个人类吗 和我们一样 法人是个人类吗 这你要明确呀 法人呢 它不是人 它是一个组织 法人不是人 是一个组织 像是粉笔公司 那这个公司 它就是一个法人 那么体现在 咱们教育领域当中呢 像是学校 中学小学 幼儿园都是一个法人 它是一个组织 而法人代表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它是一个人类 跟咱们一样 它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就比如说中小学的校长啊 幼儿园的园长啊 都属于是法人代表 中小学的园长啊 法人的中小学校长啊 园长啊 都是咱们的法人代表 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所以说老师 在考同学们的时候呢 就会出一个例子 大家想想 江南皮革厂 它是法人 还是法人代表 江南皮革厂 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它是一个法人 它是一个组织 然后呢 我们说黄鹤 它是谁呢 黄鹤王八蛋 带着什么什么跑了 黄鹤 它是法人代表 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好 这是咱们一个小基础的常识 同学们能够区分一下就行 这不是考点 考点在哪呢 考点在这儿啊 但老师标红的这儿 那么我们说学校 它是法人 它什么时候能取得 这样的法人资格呢 就是在批准设立之日 或者是登记注册之日 取得法人资格 那这个批准设立之日啊 指的是咱们的公办学校 你标上 公办学校 就是说公办的学校 去教育局批准一下 哎那么它就取得法人资格了 在批准的当天 过批准之日 就取得法律资格 而对于这些民办的学校呢 是在登记注册之日 也就是说 它不仅要去教育局去批准一下 还要去什么工商局呀 税务局呀 去进行一个登记注册 这是我们说民办学校 在登记注册当天 获得了法人资格 这块它不难 它就是绕二口 考的时候很直白 所以这一个记好之后 我等等大家 然后给我一个数字 等一会儿 这个有点难理解 就是公办学校 去教育局批准 得到这个批准当天 就能够取得法人资格 而对于民办学校而言 它需要去工商局 税务局 进行一个登记注册 注册当天取得法人资格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这道题吧 咱们就考过这么一次 小学的 说某公立小学 符合办学条件 具备法人条件 那么该校取得法人资格 始于什么时候呢 你看看 现在老师不着急 让你背着答 你就说看着书 你来给他选一选 就是在批准的当天 这里强调一个之日 就在批准的当天 就能获得法人资格了 像什么次日啊 登记注册之日 C选项同学们 是哪种学校 登记注册之日 是民办学校 民办学校 好了 这里同学们跟你讲一下 考点就是标栏这一部分 就是标栏这一部分 来这块 你都弄好了之后 给老师一个数字 然后咱们继续往下 好 流程是先批准 这你不要纠结那么多 就是说他得需要登记注册一下 就是民办学校了 是民办学校 对 公办学校是批准当天 民办学校是注册当天 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书上的题 其实咱们都做过了 看看第一题 来 你再感觉一下 现在做这个真题 说面对办学成本不断增长 周校长将计划 自己捐资举办的学校 转为盈利性学校 是第四个 不得设立为盈利性组织 放下 第二题 说某小学修建新的教学大厦 要学什么 让家长集资 问你怎么样 是不正确的 学校不能非法集资 看看刚才选错的同学 现在能不能回过神来 放下 说教师沈某 因无正当理由 不服从教学安排 被学校扣发了工资 问你学校的做法怎么样 学校有权对教师实施奖励 或者是处分 第四个 说某公立小学 办学符合条件 具备法人条件 取得法人资格 在什么时候呢 批准当天 同学问 你看一下你下面那个答案 它是第几题的答案 那是第一题的答案 刚才有同学说 4D选项是第一题的答案 咱们是不是A校 你看一下答案 别不用错了 好 那咱们再好像来看到 第四章 第四章就涉及到 老师和其他的教育工作者 那么首先来看到 第35条 那咱们国家对老师而言实行的是什么制度呢 就这三种 分别是资格 职务 聘任制度 那么教师资格制度是怎么体现的呢 就比如说同学们 想当老师的话 该怎么办呢 考一个教资证 好 另外再往下 职务制度 就是说老师啊 也是可以去评职称的 比如说可以评初级职称啊 中级职称啊 高级职称啊 这是我们说职务制度 初级中级高级老师 接下来就是教师的聘任制度 也就是说学校啊 要和老师之间签一个聘任合同 这就是资格职务聘任制度 所以说这六个词 你给它记住就可以了 这六个词 资格职务聘任制度 那接下来一点呢 就有点难了 涉及到了除了教师以外的 其他的人员 这块他考的不难 就他这个名称啊 咱不常见 比如说对于学校当中的管理人员 实行的是教育职员制度 那这个管理人员指的是谁呢 比如说咱的校长啊 书记啊 他不用像老师一样去授课 更多负责一种行政岗位上的管理 那对于管理人员呢 实行的叫做教育职员制度 就叫这个词 教育职员制度 而对于教学辅助人员 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呢 叫做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这里的教学辅助人员是谁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 辅助教育教学的那些人 比如说在实验室当中 负责整理保养那些实验器材的实验员 或者说在那种档案室当中 负责整理学生档案的档案员 辅助教育教学工作的 这些都属于一种教学辅助人员 另外像是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同学们 比如说像校一 人家就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 再比如说电脑是修电脑的 或者说出纳 换一届 他们都属于一种专业技术人员 他们走的是什么制度呢 走的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这会儿的同学们跟大家讲一讲 到底谁是管理人员呢 谁是教学辅助人员 这会儿不会考 老师举这些例子呢 都是帮助你去理解的 最像能够明确管理人员实行啥制度 辅助教教学辅助人员实行啥制度 好 来看一下咱们真题 书上没有 老师给你找来了 18年下半年这道题 说根据我国的教育法 学校当中的管理人员实行什么制度呢 慢慢做 你看看这个题 它的选项是怎么表述的 答案就是 4D选项教育职员制度 管理人员走的是教育职员制度 而其他的教学辅助人员制度 没有这种说法 C选项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呢 是咱们的辅助啊 专业技术人员呢 走的是这个制度 所以C也不能选 B选项管理职员制度呢 是在企业当中用的 所以咱们来捋一下 这页就三点啊 就三点 第一个 你要知道 老师走的是什么制度 走的是资格职务聘任制度 第二个 你要知道 像是校长啊 书记啊 这些管理人员 走的是什么制度呢 走的是教育职员制度 另外一个 来说对于教学辅助人员 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走什么制度呢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对这要题 正确答案就是 一 正确要题 就记这三点 画上就行了 好了好了 快结束了 还有两页 还有两页就讲完了 哎呀 困啥困 起来 你们得支撑起来呀 这学科一就困成这样 你学科二可咋整啊 起来起来 支撑起来 来看到第五十四条 那么五十四条呢 就涉及到我们在教育当中 投的一些钱去了 那大家想想 对于公办院校而言 主要是谁来拨款呢 公办院校而言 主要是国家来拨款 好 这是我们说公办院校 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 其他多种渠道为辅的经济措施 那这种其他多种渠道为辅 请问同学 我是一个公办院校 有个人想给我捐些钱 我可不可以接受呢 哎是 可以的 所以在此你要明确 对于公办院校而言 谁是主 谁是辅 财政拨款为主 其他渠道为辅 掌握这一点就行了 好了 那我们说公办学校是由国家来拨款 那么民办学校是由谁来负责筹措教育经费呢 是由举办者来自己负责筹措 好 那在此 同学们 就两个点 第一个你要知道公办学校的经费在哪来 国家财政拨款为主 其他学校为辅 另外一个 民办学校的钱哪来的 举办者自己去筹的 那明白这两点之后 咱们可以继续了 看到第575859条 讲完这个咱们今天就结束了 真结束了 我没骗你啊 首先你来看到 这里呀 就是说国家会设立一笔钱 叫做教育专项资金 那同学们来看一下 国家设立这笔钱 要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是全国都用 还是说用在富饶的地方 还是用在边缘贫困的地方呢 设立一笔教育专项资金 要用在边缘贫困的少数地区 那是用在什么阶段的教育呢 是用在义务阶段的教育 那么在考试过程当中 就曾经出过这道真题 问你教育专项资金 用在什么阶段的教育 你要能够回答上来是 义务教育 所以说这是第57条 同学们 我来说 你来跟我回用 我请问 教育专项资金 要投到什么样的地方 投到什么样的地方 投到边缘的贫困的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 再一个 要用到什么样的阶段呢 用到义务教育阶段 好了 那这笔钱叫什么名呢 叫做教育专项资金 所以说第57条 你画住 老师给你标注的这三点 这笔钱的名称 教育专项资金 用在偏远地区 用在义务教育阶段 那与这个很类似的一点呢 有个就是 我们国家 还会收一笔教育费附加 也就是说 国家在向社会征税的时候 会征收一笔教育费附加 为了教育而征税 那你需要明确 这个教育费附加 用在什么阶段的教育呢 用在义务阶段的教育 用在义务阶段的教育 好了 那同学们 咱们来捋一捋 可能大家闹不清 来对比一下 所谓这个教育专项资金 是国家呀 在为教育花钱的时候 设立了这么一个资金 而这个教育费附加 我简写了啊 是国家为了教育 向社会而收钱 收的一笔教育费附加 那么他俩有共同之处 都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教育呢 生在什么地方的教育 用在义务教育阶段 你能明确这两点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说他俩区别 能明确就好了 那最后一条 你来看一下 就涉及到了校办产业 咱们只需要能够搞清楚 国家对于校办产业的态度 是什么样的 态度就是鼓励 那在此咱们先来明确一下 啥叫校办产业 就是说学校啊 会创立一个产业 或者说学校会和某个企业合作 这个企业呀 会挂上学校的名字 我不知道同学们 有没有用过什么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个公司就是一个校办产业 学校创办的 或者说有学校 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 那这种校办产业 能够帮助学生 能够帮助学校补贴一些经费吗 那比如说某个农业大学 会和某个种子工厂 开办这么一个工厂 就是一个 但是某个农业大学的种子工厂啊 某个化工大学的化肥厂 这些都属于一些校办产业 要么就是说 学校和这个工厂之间有合作 工厂挂上这个名 要么就是学校 它创办了一个这么个产业 所以你来看一下 国家对于校办产业 在不影响正常教学条件下 是鼓励的呢 还是不支持的呢 你只要能够明确到 国家呀 对于校办产业的态度是鼓励的 是鼓励的 好了 那同学们来捋一下 这一页的考点 大家想一想 请问教育专项资金 用在什么阶段的教育 用在义务阶段的教育 那我们会征收一笔税 征收一笔钱向社会 叫做什么名 向社会为了教育 争一笔钱 叫做教育费附加 这个教育费附加 用在什么阶段的教育 用在义务阶段的教育 另外我们说 学校想兴办一个校办产业 那国家的态度是啥样的 就是鼓励支持 只要你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活动 鼓励支持的 那再做一道题 看一下真题的考法吧 也是咱们曾经的一道真题 说某公立小学 为了筹集更多的教育经费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新办了一所校办公厂 问你这个做法怎么样 看这道题就是 必选项合法 再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前提下 可以兴办校办产业 这里同学们要知道 学校是不能开展盈利活动的 就是说学校 你不能将学生 作为消费者 就比如说 你不能说 学校说 这个学生 你上一节课给我50块钱 上第二节课给我30块钱 你不能把学生作为消费者 但是你可以开展校办产业 找其他的消费者 但是不能将学生 作为消费者 所以这道题 A项也不对 好了 然后接下来 咱们来一起捋一下 整个教育法 教育肺复加 是向社会当中征税的 那咱们再一起过一遍 来同学们下课了 如果觉得累了 困了的你就可以去休息了 我们现在就是总结回顾的部分了 那个困就去休息吧 大家看到 国家保障教育事业怎么发展呢 保障教育事业优先的去发展 另外呢 国家实行宗教怎么样啊 要相分离 接下来我们享有平等受教育的什么 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另外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 进行教学呢 要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 进行教学 好 在管理体制这儿 咱们怎么管呢 分级管理 分工负责 另外 我们说 像是国家拨款的 以捐赠资产举办的 可以盈利吗 可以把学生作为消费者吗 是 不可以的 但想一想 办学条件当中 有学生吗 没有学生 有钱 有人 有地 有章程 就可以了 那这个人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合格的教师 再往后我们又学到了学校 那请问同学们 学校可以私自乱收费吗 是啊 不可以的 然后再往下 请问一个外国籍的友人 可以来中国当校长吗 一个外国籍的友人 外国友人是不可以的 要求有咱们国家的国籍 好 那请问 公办学校 什么时候取得法人资格呢 是在教育局批准的当天 取得法人资格 那听得听好了 那请问民办学校呢 什么时候 不仅要教育局批准一下 你还要去工商局 税务局进行登记注册 登记注册当天 取得法人资格 到后 来往下看到我们国家实行教师什么样的制度呢 实行的是有资格 因为我们要考教师资格证 有职务呢 说我们要凭初级中级高级这样的职场 聘任呢 就是说学校和老师之间要签合同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教学的管理人员 校长啊书记啊 他们不用像老师一样教育教学 走的是教育职员制度 再往下 像教学辅助人员呢 专业技术人员呢 这个词比较长了 走的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好 另外来看到我们的经费来源 对于工办学校而言 主要以什么为主呢 工办学校而言 以财政拨款为主 对于民办学校 它的经费怎么来呢 举办者自己筹措 好了在此又有同学搞不清楚 这个专项资金和教育费附加了 专项资金呢 说的是这个国家在为了教育去花钱的时候 为了教育花钱要办学校啊 提高教学质量啊 花钱的时候会设立这么一笔资金 那设立这笔资金 你要知道它的名称 是用在义务教育的 那我们说这个除此之外呀 还有一个笔钱 是说我们争的税 国家也会向社会征税 那么为了教育向社会征税的话 这笔钱叫什么呢 这笔税款叫什么呢 这笔税款叫做教育费附加 会向社会当中去征税 税款叫做教育费附加 那也是用来哪的呢 用在义务教育的 所以只要明确啊 不管是专项资金也好 教育费附加也好 都是用在义务教育的 现在是不是能分清楚了 就是国家花钱的时候 用在义务教育 征税的时候 向社会收钱的时候 也用在义务教育 羊毛出在羊身上 有点这个意思啊 好 另外 就是说什么叫做校办产业呢 同学们 你不要就是 比如说某某学校和出版社合作 那出版社就会画上这个学校的名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或者说某某大学种子工厂 卖那种种子 就是植物那些种子 或者说某某大学 化肥肠 都会挂上学校的名字 这就是一种校办产业 那国家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国家的态度是鼓励是支持的 哎呀 同学们呢 没了 第九章咱明天讲啊 第九章因为比较难 因为老师也就是想到同学们 咱们今天讲不完第九章 所以就讲到这儿 看各位同学的意思 想再听一听 想再听听第九章 后天讲 后天讲啊 一般来讲 附属是医院不太算是咱们的校办产业 因为医院它也是公办的医院嘛 这产业更多只是一种私企 私营企业 我给你来个Rap 我最近对Rap有研究 听听啊 森林外的校路 砍花香漫步 我和漫天的元素在城门下漫步 哦 灰浪的深处 妖精跳着雾 魔法城堡因你而闪耀 童话中魔法的城堡 哦 有传说的伟道 好了 好了 来看一下啊 是那个报酬代理权 公办和民办老师都适用的啊 咱们教育法当中 这些权利 公办民办老师都适用的啊 行了 行 老师给同学们截个图啊 来 倒数三二一也来截个图啊 对 第九章是后天讲 老师不能给大家落下 放心啊 你说现在在讲 你们能听进去吗 不能吧 第九章还那么难啊 三 二 一 好了 这一个亲个评 三 二 一 好了 那今天同学们 你想梳理的话 最重要一点 你要去看一看 老师在讲义上 给你提炼出的一些关键词 你可千万不要 一个字一个字去聚集讲义啊 说什么 我国教育法第43条 第一点规定 学生想要 你不要一个记 就去看看咱关键词 梳理一下就行了啊 能做出来单选题就行了 能理解做单选题就可以 那至于要不要记 能理解就行了 好了 那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关于什么作文 那些问题 后面会花三节大课去讲的 后天的话 咱们讲 把第九章讲完 然后呢 再讲一点 义务教育法的内容 然后讲一点 关于 这个教育 就是讲完 义务教育法 再讲第九章 好了 作业 就是梳理 今天领同学们梳理的 关键词 好了 明天没课 后天有课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普通话证书啊 你去你们当地的 语言网上去补办一个 你咨询一下 当地的语言机构 各个机构不一样 好了 打课了 拜拜 拜拜 后天